另外关注杰克新任总统帕维尔在本周四宣誓就职 他把台海和平视为杰克对外政策的重要内涵 61岁的帕维尔曾经担任北约将领 在今年1月的杰克大选中胜出 当时还跟蔡总统通过电话 而他在就职演说上表示 要协助乌克兰战胜 更要对侵略者展现牢不可破的决心 而正因为帕维尔的立场亲西方 等于终结杰克政府亲中路线 至于对外政策上 他也把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视为威胁 并且非常重视台海和平 被视为欧洲另一个友台的国家领袖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